早安 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3年 8月30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今天跟大家 分析一下 現在的中國股市 外資為甚麼 在中國股市政府不斷舊市之下 都要跑呢 因為星期一 開始推出了幾項措施 其實是四大項 希望 令到股市好一點 但是 市不是很頂得順 大陸股市早上一高開 百多點 但是只是維持了兩分鐘 大家想想 維持了兩分鐘 就一蝕如珠 一路一直堆下來 最終堆穿3100點 一開始 直播了3200點 一開始衝上3200點 那一開始 直播了100點 市局很好 所有的外資 全都是當地在那一分鐘就一直都不斷舊上去 拉高那個 股市 然後 大約有六成的股盤 然後就要去大陸巡下 預視了甚麼呢 這些叫做彈散 中國現在的市場叫做彈散市 彈高就散了 不僅如此 而且 維持兩分鐘的效力 大陸就想想想 這次可以說是打破了舊市效應最短的中國紀錄 因為那個 舊市的效應只是維持了兩分鐘 這兩分鐘之內 所有的外資在那一段時間狂沽 另外一方面 恆大經過了停牌年紀之後 在香港服侍 股市也是暴跌 早上一開始就跌了九成 慢慢之後反彈 官方這個舊市組合基本上是令到市場 一點信心都沒有 根據中國證監會官網正式通報顯示 正是星期日當日 證監會發佈了幾件事 包括 降低融資保證金比例 即是給孖展 規範股份減持行為 優化IPO三項 被視為重大 調控手段的政策 另外 就是把股票印花稅 交易稅減半 今年以來中國股市 一直都很差 他們希望救市 而且大陸的很多 境外機構 不斷在唱衰 跑到高城 大細魔 這次官方 首次 四招齊出 用組合權方式 出來救市 根據三項官方通報 簡單地說 可以理解為 官方限制狀況不好的民營企業 以股份制的方式進入資本市場融資 不讓你進來籌錢 你 要提高門檻 阿豬也要來籌錢 市場的錢 不讓你不良企業拿走 第二 降低資本 投入股市的門檻 即是錢比較容易進入市場 第三 限制經營狀況不好的上市公司 管理層套現 你們做生意做得不好的 業績不好的甚至乎是涉本企業 不用在市場抽水 市場抽水留給 優質企業 根據資深財經人士分析 最通俗的理解 就是限制大股東拋售 同時鼓勵散戶入市 細節 還可以發現 證監會在設置限制條款的時候 同時 對上市的房地產公司妄開一面 即是 上市房地產公司 融資和超法是不受限制 試圖避免這些已經受不了 就來倒閉的上市房地產公司 加重他們的壓力 即是 給這班房地產公司 這位專家就說 政治局在三個禮拜之前 開會了 當時 就說要救市 要活躍這個股票市場 因為這個以前 從來 不說的 結果政治局就說這件事開會 現在 發了 5,000多家上市公司 接近兩億多股民 這個可以說是超出了社會的承受範圍 在這個股市某種程度以上 實際上已經綁架了政策 另外印花稅一減一半 原來每一筆成交金額只是千分之一的印花稅 即是每年 接近1,500億 現在他的姿態是擺出來的 當然他認為力度還是不夠 今天戶芯股市 星期一就高開 一路一直跌下來 深圳股市 以 10714.69元開盤 但是收 只是收回 10233.15元 沒有了500點的深圳 戶市更嚴重 3219.04元開盤 然後一路一路堆下去 3098.64元收市 接近極低位 財經專家就跟 媒體記者說 股市持續下滑 導致2億的股民民怨沸騰 迫使官方做一些 姿態的事 去對政治和經濟維穩 上個月底 政治局會議已經放風了 以減少了半印花稅的方式刺激市場 當時也短時間 扯高了一個股市 但是很快 升幅又清零 現在 很多人認為這個組合權 究竟是在做甚麼呢 是想改變大股東 這個散戶韭菜的常態 好了 我們看看 2000年的時候 當時是一千多點 最高就上到 2003年 3,000點 然後 衝上去 2007、2008最高 去到6,000點 然後 回落 去到2015 又是升上去接近5,000點 當時的高峰 再下來 這次輾轉回落 3,000點經常要打保衛戰 我們看看 現在很多專家說 因為中國股市 跟外國股市是兩種世界 為甚麼呢 因為在歐洲在美國上市的企業 大股東跟小股東的利益一致 就是企業發展得好 他們是大家都有回報 一起賺錢的 但是中國股市就完全不同 大股東 只是 以虛構的利好股市包裝 純粹是 佈局 拉升股價 迅速套現 賣給股民 其實 大陸全都是老千股 真正有實業的股就真的很少 這個意味著大股東 以及散戶的利益是對立的 他說股票跌得太多 軟升再度 當然就要維穩 大陸這個政治體制 設計的時候 整個遊戲規則 其實是有利於大股東的 這些企業家 他們 不是以做大的企業或做好企業為方向 而是想盡辦法 去量一些故事出來 使得市場接受 然後把股價炒高 最後套現 在整個經營過程中 逃空企業的謀利 實際上是中小股東的韭菜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說 大陸很多公司都是這些 包括共享經濟 共享單車 共享甚麼 之前的樂視 然後那些 瑞幸咖啡 還有現在的美團 實際上全部都是騙錢的 美團很努力去做生意 問題就是他的模式根本就不會有機會賺不到錢 根本會做一宗事 他只是用錢 不斷 去把market share 搶佔 全中國都是美團 沒有其他人做 滴滴打車 所有的生意在中國 都變成惡性競爭 都變成 壟斷式企業 只要他壟斷了 他就慢慢 閹割你 把他主要是炒高的股價 使得大家覺得 我壟斷式 生意是壟斷了 你們 那個market share 都被我佔了 以後我就一個人獨屎生意 我現在美團每單生意我虧5元 我將來 全中國都光顧我的時候 我有14億個客人 我以後 如果我每單生意反過來 我賺1元 那我就會好好賺 這個是假設 問題就是 你又要抽取人家的商家的錢 又要付錢送外賣的人 然後每單生意 12元一個早餐都送 根本就是沒有可能的事 是不是 是不是肯定是虧本 商家誰給這筆錢 不是 他其實是做一條數目出來的 所以美團是不可能有盈利的 大家知道 現在好像 大陸的很多 除了比亞迪 可能是賺了錢之外 每間的電動車企業都會虧本 都是靠市場融資 出來頂住的 所有的企業 有的市場科網企業 全部都是靠 市場融資 去撐著市場 很多水限咖啡 賣一杯是一杯的 然後美團是做一宗事 但是沒有一宗賺錢的 他的盈利是怎麼來的呢 盈利 其實 從來都沒有想到他賺錢 只是打算 把概念炒高了 股價升了 賣你400個PE 400個PE意味著 400年之後才翻本 意味著什麼 根本就是企業不可能下去的 最終就是炒高股價 是不是 所以 在外國公司相不一樣 美國Tesla也好 一開始是虧本的 很多人都說是去找賃塞 但是最終達至盈利 最終達至 是開始賺錢 所有的美國企業最終是要賺錢的 但是中國企業 中共企業 一邊也是虧本的 但一直把股價炒高 利用了資本包裝 這個 就是 中國股市一直不可以的原因 因為大股東 炒高了就走路 其實 其實跟香港的老千股是一模一樣 不過他只是把他包裝到全世界的外資 去擁他 炒到幾千億小隻 幾百億市值 香港的老千股通常是 一百幾億市值 跌到兩億 跌到99% 外資 早上兩分鐘就狂沽 原因也是因為 你們是流的嘛 他們也知道這個遊戲玩完了 以前 大家也是跟維維維一起炒股 割韭菜 現在中國經濟崩潰了 還不走嗎 說穿了是不是 因為你的股市洋位 因為你不舉 明知道你不舉了 我還留在你身邊做甚麼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六部曲 現在我們到 10月5日 兩個台的盈利才有機會恢復 所以希望這段時間 大家可以支持我們Patreon 多謝 拜拜 拜拜